請回答 謝謝陳教授 其實高雄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有非常勤奮工作的人民 所以我來到高雄48年的時間 我就愛當高雄 把高雄當作我的家 所以高雄的好大好美 甚至住在這裡好爽 這個是我在48年前 我就知道高雄是我永遠的故鄉 那怎麼樣落實政見 其實最重要還是要有破例 執行力跟協調力 我過去在擔任代理市長的時候 我花了三個月 協調了港務局 台鐵跟我們國防部8 1號到22號碼頭把它要回來 讓我們四港之間的建設 能夠無縫接軌 讓我們過去市民 聽到一聲看不到一聲 開啟了亞洲新灣區的一個整體開發 我也成功的協調 把我們學校的很多的圍牆把它打掉 讓我們很多的市民朋友 當下課之後可以到社區裡面 到學校裡面去運動 讓我們的國民能夠更健康 讓我們的社區跟學校整體的一個發展 能夠更符合我們社會整體的一個需求 這個就是執行力破例跟協調力的一個展現 對我來講高雄最重要的還是要發展經濟 所以以我過去的這些在行政部門工作的一個經驗 我重要的就是說 橋樓科學院區的一個開發 這個會讓所有全世界的最有價值的半導體產業能夠成形 所以對我來講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立法院的努力 成功協調 讓我們未來的整個都市規劃的主導權 能夠回歸到我們市政府 那當然自然而然我可以加速 來讓橋樓科學院區 包括整個橋樓科學院區的建構 跟周邊整體都市規劃的一些改變 讓我們的橋樓科學院區能夠成為 像新竹的竹北的科技城 所以我們的很多的這些重要的建設 它必須基於說 你必須在我們有限的一個預算 譬如說我們亞洲新灣區 未來我們會引進民間的受險資金 跟國外的這些大型的投資廠商 大家共同來開發我們的亞洲新灣區 橋樓科學院區一方面我們要加緊公共建設 一方面我們也同步 就請我們這些廠商 跟過去中科的經驗一樣 全面性的來進駐 所以我會用最短的時間 加速我們整體產業的一個投資 當然最重要我當市長 我當然一定要招商引資 所以我市長 我會擔任招商小組的召集人 我會從產業聘請副市長 讓他能夠跟產業界的意見 能夠很快速的接軌 了解產業的需求 全面性的來解決他們五缺的問題 甚至環評等等 這些相關勞動法令的這些問題 讓我們高雄能夠成為一個 適合投資適合移民適合居住的一個 經濟繁榮的經濟首都 這個是我對陳教授 跟所有市民朋友的一個報告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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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